早晨,今天是4月3日,星期三早上 跟大家隔夜時,先更新時況 昨晚美股 美股方面,三大指數個別走向 道指要跌,道指要跌79點 就26179點 S&P500指數,冒起跌2867點 立斯達克指數,升19點去到7,848點 三大指數,跌幅介乎0.3%至0.25% VIX波動指數,再跌輕輕多些 下0.3%至13.36% 暫時外衛方面,沒有太緊張的氣氛 美國隔夜,沒有明顯的數據情況 歐洲方面也平穩 大致沒有特別大的消息 所以港股今天應該順利做平平穩穩 先立一立 恆生指數,現在就高開出來 9點20分之後,調定升86點 高開160點,29785點 似乎走勢方面挺好 其實大致沒有消息的話 可以直入港股 港股方面,今天似乎較搶眼的 就是第一隻 上榜投位 微盟,微盟有甚麼好關注? 微盟忽然之間有3億的成交 究竟是屬於甚麼? 有好消息 騰訊進一步增持 上個交易日 股東騰訊子公司THLH 購入了9682萬股公司股份 目前共持有1.55億的股股份 佔公司股本7.73%的一個大股東 忽然之間又增持股份 雖然較早之前3月24日公司 全年盈轉虧 不過虧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又是跟優先股相關 因為始終今年上市 如果看股價圖表方面 股份又是玩了一些本身 股破頂沒有頂 留意在過去這段日子裏 自從3月份突破 這些位置 升穿了之後 升降浪快 你以為它黏嗎? 原來就有一條奇幻的20天線托著 今天再高 當然增持本身是比市場信心多於實質業務的改善 到底今天高開在4.69之後 會不會倒音不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大家自己看著一點 中長線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個半身股破頂沒有頂的玩法 再給大家一個位置去參考 就是4.48 現在是4.69 為甚麼呢? 即是可以順便看看這個位置 4.48 大家自己留意前頂4.48 就算是音音也好 只要站到這個位置留上的話 最多就肉酸一點點 但都是屬於破頂特成功的 所以大家自己看著 這些就微蒙2013 好了 再看其他的股份 如果去看現在的榜上 有財天下裂拼 這隻屆市在很早的時段上榜 跟手會不見了 即管看看公司方面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因素 瑞銀降了有財天下裂拼的評級 去到中性和下調 目標價去到26元 現時股價是22元 最主要就是 他就覺得 你都知道 網名都知道他做甚麼 天下裂拼 即是說 做個Head Hunt 他說 瑞銀說 那個招聘需求疲弱 影響2019年 又儘管先看著 不過這隻我想比較冷滿一點點 不多人去關注 都照看下股價圖 嘩 Spread都幾大 22、24 足足2元 Spread 非常不健康的一隻股份 還有10格裏面有6格都是吉的 另外那4格 嘩 1.2K 2K 即是剛剛真的只有1手半手 即是 這裏10手 這6手 不是太理想的一個牌盤 那股份方面也都穿底 沒甚麼好說 反而想跟大家講講 隔夜 一個行程 Bitcoin大爆發 Bitcoin隔夜升了1乘4 當然 如果對應外圍方面 很多一些 叫做 虛擬貨幣的概念 或者區塊鏈的概念 股份都上升 A股方面更加炒了一兩日 香港方面最有料的 應該就是做Display Card 就是柏能集團 2個2號7 1度1.7到8分點 牌盤不算很帥 但是 中概念 為實質 所以大家就自己留意一下 昨天已經升了8到8分點 究竟會不會借著氣勢 因為暫時估不到Bitcoin會升多久 你知道它要不升一升就瘋了 你想想大麻股都可以爆得上去的話 Bitcoin又行不行呢 再講多次 Bitcoin是做數據卡 做Display Card 顯示卡 看看和挖抗有這樣的直接關係 阻力位在2.25元 現時暫時輕微高開 在2.27元 好了 我們去廣告 待會跟大家開始 暫時看到恆生指數方面 都可以繼續站穩在高的水平 不過就升幅稍微收窄一點點 恆生指數現在升92點 剛才高開160點過外 29722點 看看股份方面的走勢 微盟進一步 豁闊了升幅 去到23個百分點 4.97元 有財變了 暫時都要壓一壓 現在跌6個百分點 騰訊、微盟、有財 接著就是 輪到下去 看看永利澳門 其實這兩天都應該繼續去關注 究竟那些賭鼓 勢頭是否可以再去確立 因為其實落後就落後 參賽就不知道他肯不肯升 以及升是否會升 始終大家都會明白 近這幾天 走勢方面 都似乎是要 升就升到疾著疾著 你看到昨天升 不過就陰燭 今天再跳高 留意一下 1128 永利澳門 過往股價表現方面 就比較落後少少同業 不過呢 現在會不會有個彎轉呢 因為我現在暫時看到 過去半年的一個阻力位 要破一破 明顯是20.1樓上 你當20元附近 破倒的話 再上一個阻力區 很可能要挑戰到23元 現在它就20.7了 價位方面就算是站得好 大家儘管看看 會不會進一步 可以嘗試到23元 事實上 我都相信這個豪島股 就出了一個一般的 按年跌0.4%的一個 導收數據 但這些股都算是站得穩 有得炒 不算差 順便看看27元 27元就4年陽 算上今天暫時來說 都可以站得穩 1928元方面 暫時陰一陰 不過它其實已經是5年陽 之後暫時陰一陰 見到好幾隻都破了位 甚至可能叫做龍美少少的 奧博 奧博暫時未破到2月份的頂位 數多隻美高梅 美高梅都是介乎在頂位的位置 衝破與不衝破之間 走勢都不差 大家儘管留意 好 繼續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現在恆生指數升了124 不如先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因為其實都積了很多 早晨 騰訊看多少 365之後375 是這麼多 隔夜都有一些消息 可以看回騰訊方面 除了它增持微盟之外 其實股份本身都有消息 先看看 嘩 嘩 這麼搞笑 中國有賺 這隻8083 折讓配股 折讓17% 配股9億 包括騰訊都有入股 騰訊入了6.7% 嘩 又這樣說 我剛才進入到7點多 百分點都搞到這麼瘋癲 這隻入入6.7%的話 應該都表現不差 不過無奈就叫做創業版 留意8083 中國有賺 現在叫做跳空高開 暫時震覆的 但是都可以做到14%左右的一個升幅 留意股份方面 它做一些第三方支付 預付卡相關的一些業務 互聯網支付 跨境人民幣 這些都是一些 它小小的亮點 大家就自己看著 不過八字頭 我就認真覺得 不是那麼感薄 大家就自己留意著 另外再看看騰訊方面 都是跟遊戲相關 留意 700 再看看圖 企韻365-375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佈了最新批的遊戲審批結果 騰訊一款 名為冠軍盛典的客戶端遊戲獲批 網易都有一種叫做迷失3的手機遊戲獲批 今次這批有30隻遊戲 其中騰訊一隻 網易一隻 又儘管看看是否可以因此刺激到股價 走勢方面不差 走勢方面不差 一直都跟到下個市況 雖未至於帶著股市 好了 20號匯德鋒 上網多少 55.2入 老實講 匯德鋒真的冷些 突然買匯德鋒 排盤不算帥氣 交頭笑些 55.2入 都起碼有盈利 很OK 如果看回20號匯德鋒 看回過往有沒有什麼 一些明顯的前頂位置 可以做一些參考阻力 如果現在這樣說 最高最高應該就是17年8月的時候 見過66.5元 不如當就當66.5元 作為一隻本地地產挑戰頂位 理所當然 不過就不知道它夠不夠強 我建議就先拿著 沒什麼特別大問題 20號匯德鋒 好了 跟著我們再看1299 1299有幫 77元有貨 短線上網多少 我就嫌它 兩天都少陰 不過它就能站到的 79.8.5元 你當80元齊頭前頂 你站到80元的話 你會逐步來 你當85元先 但如果施了80元 你要小心一點 可能到時三元也照吃 1119創夢天地 上網多少呢 6.4元入了 1119 它有個靚頭 其實也是 就是半身股 破頂沒有頂的格局 它現在 真的要跟你跟一跟 因為這隻股份 只要站到6.6元 就破頂沒有頂 6.6元是Day1陰足的頂部 6.6元 就留意著 我覺得這隻股份 都頂值得去 save 低 看著 走勢 企理 升穿6.6元 又得想 創夢天地 又是一聽過名 都知道 做一些手遊相關的業務 那就看看 創夢天地方面 它的絕地戰機 和龍途霸業 都獲得了第十一批 遊戲版號 大家就自己留意一下 創夢天地 1119 拿著它 不顧頂著 你當在6.6元開始 數一成 一成一成去數 好 接著813 是不是26元走 其實減弱就有減弱的 但是走勢 我建議最多一半 這樣做 不要太過進取 不要太進取 清光 我覺得有未至於清光 1478 如何 保持住 今天有機會低位的話 撩住 昨天撩不到的朋友 好了 接著2327 美稅連康 美稅連康還可以入 老實 你自問是否投機佬 如果是投機的話才可以做 如果不是 我不會建議這隻股份 因為大麻的東西可以急升可以急跌 圖表上 如果突破 是1-1號8 確實會好 5號仔 是否升穿頸線 對 明顯 老實 Jason 真是擔心之作 不過不要緊 你在1778 比他多 留意 股份 明顯 升穿頸線 雙底 連陽四日 好 好 有貨 我留意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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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打算 走不走 站穩50 就走 今天似乎有機會站穩50 看著這個情況 始終市場不太值得找東西 應該找東西 打算 3-1-8-8 互心3-8 473 入了 回落到多少可以溝 挨近45 都可以溝 這裡要大家自己留意 好了 2342 經訊通訊 可不可以買5G 暫時未起動 7-8-8 這裡稍為好 但6-8-9 方面 其實未起動 9-4-7 摩比 都未起動 我會說 2342 不買 9-4-1 甚麼位置可以進 其實它這樣 突然倒下 我就不太建議 所以 有貨照 都要想走不走 因為中間這些位置 80.7 不應該穿 它都穿了這麼多日 很可能是一個奇怪的 利淡預兆 還有最後這隻 596 浪潮 又是一棍 突然下來了 上網多少 4.8買的 是否可以溝 溝就先等陽足先 或者陽足的時候 可能已經不用溝 可能很接近買入價 因為你現在這樣 一棍兩棍 無明顯爆了下來之後 其實是肉酸的 你隨時如果連再早之前 譬如 這些位置 4.06 都再失多次 玩完 你看看線位 10天穿20天 穿50天 其實有可能是由大升浪 變大跌浪 所以不要溝住 看定一點點 不搶在了一點點 基本就是這麼多 這節時間到這裡為止 中午11點49分 再和大家見面 不過我收工之前和大家報一報 恆生指數升幅擴大了 升238點 29,867點 成交132億 稍後11點45分再見 拜拜